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註冊完接下來第二次就不叫註冊 第二次到時候右上角登入這邊 網址都是quizlet.com 那點這裡進來吧 點登入 這時候第二次就選Google帳號 我剛剛是使用Google帳號做註冊的 所以就點這個 所以它可以用Google帳號 可以用Facebook帳號 也可以用Apple帳號 來點這個 點完它就進來了 那進來之後呢 進到任一個系統平台 下一個標準動作應該都是要去修改 個人資訊 那跟老師報告一下 所有平台都一樣哦 在左上角就是什麼 回首頁 quizlet公司的logo 那右上角通常是個人資訊 右上角這裡 所以你要點這裡進來 那它去抓你Google的圖示 你看見嗎 那這個帳號我也是第一次註冊 來 那可以改哪裡呢 麻煩你就一個一個來 所有的平台都一樣 不太可能點完第一次 老師你剛剛講哪個地方 第一次我剛剛講完你記得 可是一個約會後你會忘記 那就鼻子摸著吧 很認分很認密 一個一個檢查 就可以知道點選在哪裡 先看第一個 個人資料 先看一下吧 個人資料呢 這邊呢 來我們先來認識這幾個詞 在quizlet呢 你做任何一個教材 它的專業術語都叫做學習集 我第一次因為沒有人教我 我看這詞完全不理解 什麼叫做學習集啊 就是一個教材就是了 那做完一個教材有五種學習的方法 有單紙卡有書寫 那三種遊戲 它的教材就叫做學習集 就是我們要去習慣它的 那學習集越做越多啊 老師我教三年級社會 四年級自然 五年級英語 我如果這樣課那排真的爛透了 我也不會那麼多 來來來來 那做分類是使用什麼 文件夾是讓你做分類的 哦 自然課的教材放在這個資料夾 國語課的教材放在這個資料夾 所以你應該這個 那如果沒有分類也可以 所以學習做完 我們會把它放到這裡來 那如果做班級管理的話呢 在做班級 我覺得這班級還好啦 班級當然如果你要追蹤更多資料 就需要班有些就要付費哦 這第一個 那班級有個好處 把學生加進來以後 有新的教材會通知學生 不過有些功能要付費啦 所以其實我大部分在玩這個 都用free就是什麼 把教材做完 然後放在這裡面做分類 這樣就搞定了 張老師對這個詞有概念嗎 哦這個 那班級的時候就要邀請學生進來 邀請學生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小朋友必須要用email注冊 各位理解嗎 不然你怎麼有辦法去辨別它 就像我們在玩google classroom 很棒啊 可是學生一定要google的帳號 登入才能夠注冊到你的教室去啊 那這個一樣 如果叫小朋友多記住帳號 其實那個壓力都很大 不過他們都還好都可以用google直接注冊 好來 那這個三個介紹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夜市模式切一下吧 點一下 這樣就暗暗的 這是由模式切換 好再切過來 第三個點設定 我們點設定進來看吧 這邊有出現哦 說他問你說要不要升級付費啊 那別擔心 不是只有30天啊 如果你試著這 老師我想試更好的功能 更好的功能做什麼 你可以把自己的圖片傳上去 也可以錄製語音 需要這些特殊功能 或查詢更多資料才需要付費 那他30天讓你免費使用看看 專業版功能 那如果你免費用的話 用免費版就繼續用 你聽懂嗎 升級的概念是這個 那你可以選擇你的頭像 就是google的頭像 你可以選不一樣的 老師 我覺得我小朋友看這個 我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這個金魚 換了就變金魚了 我喜歡這個火鶴 這個好漂亮好棒 也可以再上傳這個照片 那這個你看懂了 要不要暗了亮的 那如果一開始選錯角色 這裡還可以改 因為老師的身分跟學生是不一樣的 然後再往下選 預設中文他會抓系統 對不對 如果你是個英文老師 你希望小朋友看的界面都是英文 那麻煩你就把這裡改成英文吧 那我們就不改 要不要做連結 更改Email 我們就都不用去動它了 要不要是 你只能更改 來來來看一下 用戶名稱 他說可以改一次 我剛不註冊LUB的OG5嗎 如果你覺得要改 這邊只有一次機會而已 Google要做驗證 我就不去改了 所以取了名字的話 在這邊 以前我記得不能改 現在有一次機會 沒關係 那可以做什麼 要不要什麼 電子郵件 這些我覺得都還好啦 學習期被增加的時候 通知Email什麼什麼 有叫就修改 隱私設定 那如果這個帳號不要 就麻煩你把它刪掉 刪掉就不能復原了 這個帳號在這裡 永久刪除 當然不會去把它刪除了 OK那這邊有個機會 如果你覺得名字取得不好 這邊還可以蓋一蓋 來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如果剛剛有沒有做修正 有的話都要按儲存的算數 來繼續往下看 那推薦一位教師做什麼呢 就是你覺得好用 就推薦一個老師來使用 那推薦教師 他就再獲得30天的 專業版的功能 把它連結貼過去的時候 你聽懂嗎 只有30天啊 那不是給你一直免 那接下來這些好像都比較不需要看喔 OK嗎 協助啦 行動版 行動版就是裝APP 你在你的手機把APP 裝起來其實很好 所以其實如果學校有在用這個 建議學校可以把 在iPad的 或是Android的平板 把它裝起來 裝起來 跑起來不要順 因為教科書廠商都做 我剛給你看的是康圈的教材 你有沒有覺得他們做很多 那其他這些呢 要看升級吧 功能區別在這裡 來來來來來來 你看一下吧 如果你要把它做什麼 比較強的功能 免費試用版結束後 免費試用30天 這個 這個是付費才有這些功能 你了解嗎 你現在沒付費都可以使用限流功能 那30天讓你試用看看 以後一年是大概48塊美金 當時你也隨時可以取消 那你可以設立去追蹤學生進度 自訂了Critelive 可以管理你的班級 你看見嗎 那接下來可以自訂圖片 餘音可以上傳 這些功能就需要付費才能來使用 那不付費都沒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跟你講 大概都是沒有付費的部分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開始免費使用 就不用點了什麼 開始免費使用 我們就使用免費使用 不要免費試用 我沒有要給他 點左上角回去就好了 OK嗎 免費使用是說 我要變成教師的專業版30天 那就是這一顆 那剛給你看的是那功能 在這裡 來 麻煩老師呢 點這裡進來 跟這裡進來看一下 我剛把這個個人設定講完了 這是你登入任何個系統平台的 標準的動作 第一個註冊 第二個就是更改個人設定 也許是中文介面 也許是其他的 來麻煩老師去看一下吧 看一次 我可以延長 我會冒